大家好呀 我仙燕 今天要准备搬多肉了 你看我的水泡多肉 因为是露养嘛 之前怕老是浇不透就垫了盆 你看现在最近老是下雨 这盘里面全部都是水 但这肉肉明显是浮盆了 长得特别的精神 今天的话不是五一还要连续下雨吗 我就说把这些肉肉该放棚里面 就放棚里面 一年的话也就那么一段时间 可以全部露养 你看这盘里面全是水 这下面的法式已经让阿姨端过去了 看这个法式全部都是水泡 嘴泡多肉 这水太多了盘里面 就是说把这个法式 这个角质皮 你看都化水了 待会把这角质皮 这种花水的叶子要给它弄一下 就给它放棚子里面 棚子里面水是可控的嘛 在外面那个水不可控 待会要把这些花水的叶子全部掰了 不然的话它会影响上层叶子 看吧 断着这外面的肉肉都浮盆了 就都长得很精神 但是就是水泡的有点厉害 要赶忙给它弄一下 我的胭脂扣 胭脂扣挺好看的一品种 漂亮的核 我的植米粒也在复苏了 复苏了 我发觉今年植米粒好像比我年复苏都要早一点的 我年我感觉都五月了都还没看见长出来 今年你看都长绿了都 我的白凤脑桩也是 全部水泡的 这两天你看 拿回来的时候好丑对不对 这椰子都卷了 都没办法卷了 丑到爆炸 你看现在这颜值美的嘞 但是要全部给它放在家里面去了 放里面不能再让它淋雨了 多长时间淋雨还是不可以的 春秋天淋一点点还是允许有的 因为一点点的话它就是很好的 如果您多了那可能就是致命的 它在加油整理 每天就只能拍那么一点点照 其实说老实话还是有点慢的出的 我要准备来拍那个 你屋一拍了一颗一颗的拍 然后把架子疼一下 阿姨他们先搬着搬一些 有时候是出来了一些空位 大一切呢修的是那些 就是长得很长 品种很少 修了根拿过去 种在地里当母本的 阿姨跟前的这些肉就直接砍头 砍头大一点的就种盆里面 小一点也是丢地里当母本 把这些空位移出来就可以那啥了 就可以放外面泡在水里面的肉就拿进来 这个也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拿起来 看牛娘看了 准备开始拍照 待会给大家看几张图 看这边全部都是搬过来的 准备度下的肉肉 这会儿因为是有点晒 把这样网弄的阿姨他们好屡哭 这些看都是 这边都是标签的 拍了照的刚刚 那边提了标签的就是拍照的 这会儿太黑了 因为阿姨干活太累了 太热了 就把这样网给折起来了 有点黑拍不出来肉肉的那种颜色